农业部政务次长胡忠一和独卖巨人球员秋伟匡野 共同举起台湾果物看板 完成制证台湾水果仪式 今年适逢独卖巨人建军90年 除了3月初来台打纪念交流赛 还和国内农业部农粮署合作 举办台湾水果品牌日 我国农业部政务次长胡忠一 携手中华职棒带领富邦乐天 共4名啦啦队员前往参加 胡忠一代表台湾制证巨人军 凤梨芒果 希望把农业能够跟运动能够连结 今天东京巨蛋有4万6千名观众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我们要让国内的水果 特别是我们目前季节性的凤梨 还有马上就要盛产的芒果 以及香蕉 这一些让日本的消费者能够了解 除了在日本第一颗巨蛋 推广台湾水果 场外也摆设专门 推广摊位 此外胡忠一 和啦啦队女孩 前进当地超市 推销台湾味 他表示政府除了用从产地 包装一直到收获一条农方式 帮助农民提升产品品质 以及多语言的产销履历 回应国外市场需求外 也用行动协助他们外销 除了宣传台湾农产品 这次的活动在四名啦啦队员的参与下 也让台湿球赛应援 再次席卷日本创造躲影局面 明星文 传媒报道 未经许可不发生出版本 未经许可不得了